八尺大人中的这眼术我只能镇压七天,七天内如果不能彻底解除,那他就会 这到底是咋回事 八尺大人中了兽长人的试面术,兽长人一族进化出的黑暗触手是含有剧毒的 如果中毒了,就会慢慢被吞噬掉面部,导致无法呼吸,无法进食最终死亡 我现在也只是暂时压制住他,要想彻底解决,唯一的办法只有让黑暗触手吸回毒素 这怎么可能,兽长人也不会答应啊,而且上哪找那个兽长人 兽长人居住在九幽森林的极恶之眼里,那个残体兽长人肯定已经回去了 但我们要想进去里面,至少目前根本不可能做到 那要怎么办 我们没办法进去,但可以把他引出来,为了达到极恶之力 兽长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挑选一些孩子作为他的使者 这些人会成为在人间散布灾难的黑眼男孩 他们吸收邪恶之力后,回去交给兽长人 兽长人现在受了重伤,如果有小孩在九幽森林边缘 我想一定可以把他引诱出来 可是我们哪里找小孩啊 你就是啊 婆婆,虽然我还是童子鸡,但我已经十八岁了啊 你拥有无邪之心 呵呵,兽长一族是用心灵感应四周 你既然有无邪之心,那么在他的感应里只会是个少年 你们一直说我有无邪之心,他到底是什么吗? 同学们,想知道无邪之心是什么吗? 双击屏幕点赞加关注,揭晓剧情不迷路 无邪之心就是童心,就是赤子之心 你的先祖和八尺寿长一族可是渊源深厚啊 现在说这个太早,先就回八尺大人再说 穿过无尽的迷雾,我们终于来到了九幽森林的边缘 到了,你们等着,我要做个万全的准备 一阵奇怪的咒语声从麦角婆婆嘴里传来 四周的浓雾汇集成一个巨大的图腾,随后没入整个空间里 好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我要怎么做 你就在等着,收藏人来的时候,你把这个扔过去 说完那麦角婆婆递给我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放心吧,不会有事,我在后面看着你 你一定要小心啊,老公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那收藏人终于出现 只是我却发现自己根本就动不了